陛下恕罪都是李斯的意思 奴婢对您始终心耿耿的 赵高 你吗 我在 陛下 陛下他怎么了 陛下 龙玉归天了 可恨我等 不能哭动上天 为陛下掩念一授 陛下 赵大人直播 通武侯这是做什么 陛下有令 扶苏不来 任何人不许靠近 我和陛下主仆一场 只想再看他最后一眼 赵大人是要抗旨吗 陛下说了 赵大人还需赶紧和丞相李斯大人 把他的一命完成 通武侯大人 也知道一命吗 不知 陛下最后一口气 只说让赵高李斯速速去办 我一个武将烟能知道一命否 赵大人与其在这抗旨 不如赶紧去办 你是想含了陛下的心吗 是是是 我这就去 赵高拉着李斯来到了 自己的一件处中 赵大人这是为何 陛下到底有何一命 丞相大人 陛下临行前说了 要立公子扶苏为新君 嗯 这是自然 大公子速来深受陛下以重 且贤明在外 所有皇子中 当属于他 丞相大人 陛下还说了一句话 嗯 什么话 陛下说 蒙氏兄弟速来贤的 满朝之中无人能及 呃 蒙氏兄弟多才多得 几朝元老 几代三英 深受陛下以重 也是自然 丞相大人 陛下说的 是让大公子 日后外事不觉问蒙田 内事不觉问蒙义 意思 只怕是 让蒙田掌管这天下的兵马 让蒙义 位列百官之首啊 若是如此 那我等当臣子的 自然要遵从 那是当然 日后那蒙田掌控天下兵马 蒙义掌控百官 两人深受大公子器重 丞相大人 咱们两个或许能在黄泉墓上一起做个伴呢 赵大人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丞相大人不明白吗 蒙义素来自以为是 他的想法偏怀柔 众如树 这可和丞相大人为陛下宪的国策格格不入啊 你说 他能容得下你的才能 还是容得下你的地位 国有争执 也是在所难免 一切 一切都由新皇说了算 对 丞相大人说的对 大秦的国策 一切都有新皇说了算 但是 这新皇是谁 如今 只有丞相大人说了算 赵大人 这话何意 地下一命已发 你我若不遵从 乃大你不到 李四本来出身低微 幸得皇上提拔 才有今日的贤贵 皇上献金要立大公子 让你我辅佐 怎可赴皇恩 丞相大人不必如此 你若舍得下你这满腹才华和一生的富贵 甘当盟是兄弟的鱼肉 那我赵高也不说什么 赵高见李四陷入了沉思 于是趁热打铁道 丞相是聪明人 扶苏是陛下的儿子 胡亥也是陛下的儿子 扶苏亲近蒙田蒙义 而胡亥殿下 却是您的学生 列了扶苏您能善终吗 列了胡亥 您就是以人之下万人之上 荣华富贵 永世享有 这些 以丞相知聪慧 焉能不知 好 咱们如此 也是为了大情 此知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没错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不过丞相要想好一点 就算不利扶苏 以扶苏和蒙氏兄弟的势力和能力 照样会让你我二人 在日后不好过 你的意思是 陛下一个人去九泉之下 不是太孤单了吗 既然扶苏是孝子 蒙氏兄弟又忠心的很 那么 怎么了 丞相难道你想留后换吗 全凭赵大人安排 呵呵 这不就对了吗 丞相 你我联手 何愁大事不成 随后二人就开始了合伙你招 来人 马上安排人马 快马加鞭将这一封赵书送往上郡 交与大公子福苏 记住 必须要让福苏和蒙田 依赵书内容速办 你要亲眼看着他们奉旨办事 你懂了吗 这里还有一道一赵 凡请丞相大人召集随行群臣 到行宫之中宣读 赵大人 丞相大人 把我们都叫过了 有何事 实不相瞒诸位 陛下 驾崩了 诸位 诸位 先别哭 陛下还有一赵在 耳等要先听完陛下的一命 赵大人说的对 还请赵大人和丞相大人 宣读一命吧 使皇帝三十六年 六月初期 朕突感不适 想使多年鸡劳所致 祖宗垂帘 让朕从此不再劳累奔波 朕虽走 不舍大秦 打公子扶苏素来顶撞于朕 不合朕意 小公子胡亥 仁慈聪慧 如朕行影 朕心甚已重 够立胡亥为新君 继承朕之一致 清等不可有任何悖逆之心 务必躬身相助 朕在九泉之下 亦会心安 如若有任何肖小赶起歹心 这令赵高与李斯 严惩不待 赵书念完 众人一片哗然 使皇帝竟是要立小儿子胡亥为帝 赵大人 陛下说要立小公子胡亥公子为新君 可是 陛下一直以来 不是都十分器重大公子扶苏吗 混账 你是什么意思 陛下说的明明白白 扶苏素来顶撞陛下 陛下心里十分愤怒 所以才会发配他到上郡去 如此之人 怎能合乎陛下心意 成大秦之心君 小公子胡亥聪慧人后 才是陛下的心满意族之血 你这么说 是在质问陛下了 不敢 不敢 诸位大人 我和丞相乃 亲耳听陛下一言 不敢有任何遗漏 诸位大人 地下之一命 立胡亥为新君 我等安心辅佐新君 可有人不服 我不服 可否 谁不服 站出来 通武侯 你不在那里守护陛下 来这里做什么 我和丞相念的都是陛下一命 你也不服他 中车府令大人 你不用对我发火 刚才那话也不是我说的 不是你 那是谁 是朕 陛下 您怎么 你是说 朕怎么还活着 还是你嫌弃朕 来的不是时候让你和李斯的戏 没法唱下去了 陛下 臣万死 臣万死 陛下 奴婢不敢 陛下能转为为安 奴婢万分欣喜 你刚才说 朕要立胡亥为帝 朕问你 朕的原话 是什么 陛下的原话 取释 奴婢听错了 奴婢知错 奴婢万死 听错 一个听错 两个也听错 来人 带上来 打开 念 诺 始皇帝三十六年 六月初七 朕突感不适 心中甚为烦闷 公子扶苏 朕一心气重 朕儿子却与蒙田狼狈为奸 数字恶言顶撞 目无君父 朕轻心一对 尔等却豺狼之心 虎豹之词 置朕于何地 如此狼子野心之徒 弃朕偶削不止 朕也能将大秦交付于尔等之手 即刻命你二人 自尽谢罪 赵令祭道 即刻执行 如若有半分悖逆 罪如欺君 人人得而诛之 在场的工人都没想到 这赵书竟是要逼迫扶苏和蒙田自尽 糟糕 李斯 这也是你们听错了 这 难道也是朕的意思吗 陛下恕罪 都是李斯的意思 奴婢对您 始终心耿耿的 赵高 你吗 我曾 陛下 微臣万死 听起了赵高的谗言 贪图全世 灿改一诏 臣万死难以抵罪 只求速死 读过 赵高豺狼野心 一诏全都是他所为 微臣只求陛下 速速将我与赵高辞死 陛下 这二人坚定无比 十恶不赦 全都当诛九族 陛下 陛下饶命 这都是李斯的意思 陛下明鉴 奴婢对您忠心耿耿 忠心耿耿啊 哼 朕念你陪伴了朕一辈子 苦劳甚多 九族可免 一免六族吧 诺 李斯 陛下 罪臣万死 罪臣愧对陛下登情 九族诛灭 无以恕罪 把李斯 先关起来 容朕想想 到底该如何判罪 诺 陛下 罪臣只求宿死 只求宿死啊 诺